夜色笼罩着北约海岸 海面反射着微光 远方一架灰色的双座飞机从甲板上起飞 尾焰化过的瞬间 整艘航母都被照亮 这架飞机没有空游战机的流线机身 也没有战斗机的高速咆哮 它显得笨重 却带着一种令人不安的目的 它要在夜色中飞往敌国腹地 冷战的天空下 美军发现了一个致命盲区 再强的航母战斗群 也只能在晴天作战 暴雨 云层 夜晚 这些看似自然的屏障 足以让昂贵的舰队失去战斗力 于是五角大楼下了一道命令 要造出一架能够在任何天气 任何时间 任何战区 都能出击的舰载攻击机 它的名字就是A6银出的入侵者 这是美国海军第一架 真正意义上的全天候攻击机 也是冷战中最被低估的杀手之一 A6的任务不是和敌人空战 而是在敌人的雷达下生存 以雷达和电子系统为眼睛 在没有月光的夜晚精准投下炸弹 它不追求速度 而是追求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为什么美国海军要造出这样一架夜行者 它的航链系统究竟强到什么程度 而这架曾让敌人文风丧胆的入侵者 最终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 大家好 我是Jason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架靠系统作战的飞机 A6入侵者 它是冷战甲板上的幽灵 也是让夜间打击 从奇袭变成常态的关键节点 让我们回到那个贝雷达光照亮的时代 看一看A6是怎样一步步 重新定义了攻击机的 1950年代末 美国海军正经历一场信号时代的焦虑 越南半岛的阴云尚未聚拢 但冷战已经让他们意识到 下一场战争可能不再是白天的轰炸 与雷达引导的拦截 而是电子信号与前天后能力的较量 那时的舰载机有两个极端 轻巧的A4天鹰攻击机 便宜 灵活 却只能在白天看见目标时出动 庞大的A3空中战士 驱航长 却操作复杂 维护昂贵 换句话说 海军要在轻量与可靠之间 找到一个能替代两者的方案 一架能在风雨交加 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起飞 飞进敌方领土 精准地把炸弹投送到目标上的 舰载攻击机 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英文传统攻击机 依赖飞行员的目视 瞄准器和光学识别 一旦云层或夜幕遮挡 就等于失明 而A6的提出 正是要让飞机 在肉眼看不见的情况下 看见目标 1960年 美国格鲁曼公司 接下了这个挑战 他们为海军提交的设计草案 代号A2F1 后来改名为A6 格鲁曼的团队提出一个大胆设想 把一整套导航 雷达 瞄准系统整合到基比 让飞机可以像潜艇一样 在雷达波的黑暗中前进 这套概念当时被称作DIANE系统 这是人类第一次把计算机逻辑 引入战术攻击机 它能实施计算风速 气压 弹道和地形高度 辅助飞行员 进行雷达导航与自动投弹 简单说 过去的飞行员 得凭经验投掷炸弹 而A6的飞行员 只需要输入坐标 按下确认 飞机自己 就能计算出理想投弹点 这种机械化决策 在1960年代堪称黑科技 海军因此给了它一个全新的定位 全天候打击平台 从此 A6成为美军第一架 能在风暴 浓雾 叶自动执行任务的舰载攻击机 它代表的 不只是飞行能力的升级 更是战争信息化的起点 从外形看 A6没有战斗机的流线感 它的机头又圆又短 机翼厚实 机腹向了鼓起的油桶 可正是这副笨重的外形 隐藏着它真正的力量 格鲁曼的设计师 没有去追求速度 他们知道 这架飞机的任务 不是和敌人空战 而是带着炸弹 在夜色和暴雨里 准确找到目标 为此 它必须能在最糟的条件下 稳定飞行 A6的机翼设计非常特别 厚实 结实 后略角度小 低速性能极好 这样它能在低空巡航 满载炸弹的情况下保持稳定 对其他飞机来说 这种速度意味着危险区 对A6来说 却是最佳作战高度 动力来自两台 普惠J52窝喷发动机 推力弹不上墙 但极其可靠 它们能在长时间的 低空高湿环境下 保持输出 这对一架航母攻击机来说 比极限速度更重要 真正让A6脱胎换骨的是它的大脑 一整套在当时禁锢科幻的航链系统 DIANE系统 数字综合攻击导航系统 别看名字复杂 原理其实简单 它让飞机在看不见目标的情况下 仍能打击目标 它会整合雷达 惯性导航 雷达高度表和弹道计算机的数据 在飞行员面前 生成一个虚拟的目标画面 BN武器导航官 就靠这个画面计算投弹点 对那时的海军飞行员来说 这简直是魔法 它们第一次能在夜里 在暴雨里精确轰炸 过去要靠目测 靠经验 现在只要看仪表 就能执行任务 那是人类第一次 让计算机真正参与空战的决策过程 后来A6又迎来了更强的版本 A6E 它装上了一个球情吊舱 名字叫TRIM 目标识别 攻击多传感系统 里面有前世红外 激光测距 还有电视成像 简单说 它能在黑暗里看清热源 能测距离 还能标记目标 于是 A6不只是能感知 还能识别 它能在完全没有月光的夜里 从几十公里外 锁定一个桥梁 油库 或雷达站 再用激光指引 精准打击 在越战的夜空中 这几乎是一种看不见的恐惧 不过 这样的系统也极其复杂 任何一个组件出故障 整套系统就可能失败 箭站环境迟度高 振动大 对这些早期电子设备来说 简直是折磨 维护人员常常要在 狭窄的机腹里 朝线揽 效雷达 换管件 这也是A6服役期间 最令人投筒的部分 但如果它一切运作正常 那就是夜空中最致命的猎手 雷达是它的眼睛 计算机是它的大脑 而两名机组 一个负责思考 一个负责执行 这套体系 让它成为冷战中最先进的 系统化攻击机 它的外形笨拙 却代表了未来 在那个年代 它让人类第一次意识到 战争的胜负 不一定取决于飞得快 而是取决于 谁看得更清楚 谁算得更准确 A6最直观的优势 就是能弹 机体空间大 挂点多 这给了它战术上的灵活性 它能挂常规炸弹 也能挂极速炸弹和燃烧弹 这些是最基础的打击手段 薄弱的目标 道路桥梁 仓库 长靠这些解决 但真正让A6有威胁的 是精确武器 激光制导炸弹进入服役后 A6迅速适配 TRIME提供了激光标定 与终端确认 夜间云层中 A6可以先看见目标 再用激光制导精确命中 还有一种任务 就是对付敌方雷达 这时反辐射武器上场 A6会挂上 寻踪雷达信号的导弹 一旦雷达被打掉 敌方的防空就会被削弱 把雷达打掉 本身就等于为后续轰炸队 清出一条道理 座舱里的分工 在挂载逻辑里尤为重要 BN武器导航官 负责武器选择与参数计算 他会根据情报 雷达回波和系统提示 决定用哪种武器 哪条航线 飞行员则把飞机 带到那个能投放的位置 二人合一 形成从情报到执行的闭环 计算机在每次投放里都参与 风 姿态 弹道特性都会被计算出来 系统给出最佳投放点 这让A6在能见度极低的环境下 也能保持相对稳定的命中欲 事实上挂载也带来了不少问题 弹种多 备弹时间长 复杂武器需要专业检测与效准 航母上每一次重载出动 都是后勤与地勤的高强度工作 弹药准备慢 出勤率就受影响 还有一个权衡 弹的多就会牺牲机动性 外部挂载会增加阻力 降低航速与机动性 再有地面防空的高威胁区 这是一笔风险账 因此任务规划常常要在挂弹 和生存之间做选择 一句话 A6把弹药 传感器与计算结合起来 不是单纯的多弹 而是带的有方向 有逻辑 这样它在复杂战场上 既能承担大任务 也能把每一次投放做到尽量精准 航母甲板不是跑道 它是一个随时在动的舞台 飞机在上面起飞 啄舰 时间窗口极窄 对飞行员和机组来说 每次出动都像在演练极限 A6的体型决定了许多操作细节 它重 载弹多 低速优势明显 弹射时 它要考虑弹射器的推力 油量 与飞机重量 任何一项计算不精准 都可能影响爬升轨迹 拙舰更考验技术与配合 阻拦锁必须在正确位置等待 飞行员要把速度 高度和抚养 精确控制到极米几节的误差里 夜间 恶劣天气 这些误差几乎被压缩到最小 这时 B1的作用被无限放大 它在侧位不断修正导航误差 飞行员按这些参数完成接近 与落沟动作 两人之间常常不需多言 一个看数据 一个看动作 这份默契 靠年复一年的训练 和无数次模拟积累而成 A6的航电在着剑过程中 是救命稻草 惯性导航系统 与多普洛数据持续修正位置 甲板照明受限时 仪表成为主要视觉信息源 TRIM在需要时也能提供地面识别 辅助最终对准 航母操作也塑造了A6的战术风格 它不会去做大幅机动的空中格斗 它擅长稳健的低空突防 与精准投放 在护航 补给和电子站支援的掩护下 A6成了航母编队 深度打击的重要工具 A6最常见的任务是打桥梁 铁路枢纽 燃料库这些后勤动脉 任务一开始就是复杂的计算题 情报要精准 坐标要准确 弹药要按任务配置 B人在侧位把坐标 风速 载荷输入系统 惯性导航系统和雷达给出修正 飞机按预定航路接近目标 到了终端 TRIM或雷达回拨 给出最后确认 B人把数据推到头弹机位 炸弹落下 战国显而易见 许多补给线被切断 桥梁被炸断 后勤运转被扰乱 A6的攻击常常在夜里 改变前线补给的节奏 但代价也真实 恶劣天气 地空防火力 偶发的导航误差 都可能导致任务风险上升 敌方的雷达 是舰载飞机的头号威胁 压制敌方防空 SEED成为必须的先手 A6在SEED中的角色 要么携带反辐射导弹 要么配合电子战平台 进行压制 行动步骤很直接 先由侦察确认雷达位置 接近时 B人通过电子信号 找出雷达频点与位置 在适合时机 投放反辐射武器 直接命中雷达发射员 雷达被摧毁 防空系统就瞎了眼 后续攻杀机队伍 则可以借机突破防区 在实战里 SEED从来不是单点胜利 敌方学会关雷达 迁移阵地 用右耳迷惑来袭者 因此压制行动 往往需要多机配合 电子战飞机 干扰器 右耳弹 以及A6的反辐射火力 A6在这类联合作战里 既是打击工具 也是信息节点 越战证明了 A6的一个关键结论 信息驱动的打击 可行且高效 它能在夜里 削弱敌方关键设施 改变战场节奏 但高维护需求 系统脆弱性 和对抗者的适应 也让这种战术 面临长期挑战 A6在越战中 用数据与产感 弥补了肉眼的缺失 完成了许多 不可能的夜间任务 同时也把复杂性 和维护成本的现实 摆到了桌面上 A6的故事 并没有随着 它的攻击任务结束 而画上句号 这架飞机的机体 太有潜力 格鲁曼和海军都明白 它可以被改造成 更多角色 最成功的衍生型号 就是EA6B 徘徊者 如果说A6是夜间的打击者 EA6B 就是夜空里的干扰者 它把原本的机炮 瞄准雷达拆掉 换上庞大的电子干扰设备 和接收天线 机身被加长 作伤从两人变成四人 多出来的两名军官 负责信号侦测和电子干扰 他们能拦截敌方雷达 通信频率 再用强大的电子干扰 把敌人的防空系统蒙上眼 在冷战后期到海湾战争 EA6B成了舰载空兵 不可或缺的一环 无论是打击雷达战 还是掩护编队突防 它几乎出现在 所有关键行动中 它继承了A6的稳定飞行特性 也让信息压制 正式进入战术体系 另一个分支是KA6D 这是空中加油型 去掉炸弹舱 装上油管和附油箱 它的任务不是攻击 而是支援 在航母作战体系中 这类加油机 让其他舰载机的航程更远 任务持续更久 可以说 它用燃油 把航母的触脚 延伸到更深的海峰 还有少量改型 用作侦察与试验 A6的平台足够稳定 能挂载各种吊舱 和测试设备 成为电子站 情报侦察 甚至新武器试验的理想载体 这些衍生型号 说明了一个事实 A6并不是一架完成品 而是一个平台 它的机体结构 承载能力和航电布局 让它具备了多用途的生命力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它能在航母上 服役超过30年 更重要的是 它留下了一种设计思路 现代舰载机的电子站 和支援能力 几乎都能追溯到 A6的平台逻辑 用同一个机体 完成不同任务 让信息 能源和武器 在体系中灵活流动 所以 当我们今天看到 EA18G 咆哮者在执行电子站任务 它的战术血统 仍能追溯到 这架老旧的A6 那种从平台 到家族的思路 正是冷战时代 最持久的遗产之一 1990年代 冷战落幕 海军的任务也随之改变 精准 低损耗 信息化作战成为新的方向 在这个时代 A6已经显得老旧 它的机体开始疲劳 维护成本越来越高 每一次出动 都需要大量人力 和时间去支撑 电子设备老化 航电系统也难以再升级 TRIM在当年是奇迹 但到了90年代 它已经赶不上 新一代计算机 与传感器的节奏 随着新平台登场 像FA18 大黄蜂这样 能兼顾攻击与防御的 多用途战机 取代了专职攻击机的位置 它更快 更易维护 也更适合 现代航母的节奏 在预算与效率的平衡下 A6的命运 几乎已经被写好 1997年 最后一批A6 从航母上退役 一些被保留下来 用作测试与训练 更多则静静 停在博物馆的露天展区 机身斑驳 却带着那种冷战时代 特有的工业气息 但它留下的 并不只是历史 它留下了一种系统思维 在它之前 飞机靠飞行员的判断 完成任务 在它之后 飞机靠信息 感知与计算 来决定战斗结果 A6把任务系统这个概念 带进了舰载机的设计核心 今天 当我们看EA18G 咆哮者 F35 闪电2 这些现代机型 它们的理念 让飞机变成了信息节点 其实 正是从A6开始的 它改变了航母打击的逻辑 从单机突防 变成网络化协同 从目视投弹 变成数据驱动的打击 从机械力量 转为电子优势 A6是那个转折点 它是最后一架 靠仪表打仗的老式飞机 也是第一架 靠信息作战的现代飞机 所以 当我们在博物馆里 看见那架灰色的A6 它不只是被淘汰的装备 它是通往未来的一座桥梁 所以 当我们谈起A6 说的其实不是一架旧飞机 而是一种全新的作战哲学 它让战争从力量的比拼 变成了信息的较量 这就是A6留下的真正遗产 它教会航母舰载机 如何在夜里思考 也让后来的飞行员知道 速度不是一切 看得更远 算得更准 才是真正的力量 今天我们拆解了A6的结构 战术与遗产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在评论区里告诉我 你觉得哪一代舰载机 最能代表海军的未来 我是Jason 我们下期见